你知道吗?这座断桥却并不是桥 了解详情后居然震惊了 1958年11月 湖南省第二大水利枢纽工程 双排水库破土洞工 该工程以农业灌溉为主 当时的设计时左右分别修一条灌溉渠道 建成后可灌溉下游五线上百万亩稻田 而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断桥 就是当时的左干渠 长50米 宽10米 高30米 全部由方形轻石气成 上面画有羹牛 鲤鱼 和平鸽等吉祥物 还可有人定胜天 战胜自然 兴修水利 农业丰收等标语 可就在杜曹即将建成之际 却意外发现银水口近高处大坝近一米 经过勘察 原因为设计失误 设计师也因此杜当入狱 而修好的渠道也成为了废曲 当时决定炸掉 随着一声巨响 渠道两头瞬间被炸毁 仅存三吨两拱 本玉田药在炸时 参与修建的民众 建议将其留作纪念 仪式后人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 但是可以假设 假设以你的思维 在当时的条件下 有办法破解设计失误 让水渠顺利通水吗